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三重的架构 即是生命之在其自己 第一重 生命之离其自己 第二重 生命之归伏其自己 第三重 是这个罪述架构 而在从里面也可以这样看 就是一种回顾式 即是自我存识的罪述 和现阶段的心境作为一个对照 即是从现阶段的心境 才能够对应于过去的生命历程 有重新转发和探索的可能 就是这样 就构成了第一至第五章 是一种回顾式的罪述 而第六章是现阶段的心境 并且是和之前各章 是有一种相向的关系的 在这个角度来看 我不记得大家大概可以记得大家的记忆 因为这三重结构 和用现阶段 还有对于回顾式的自我存识 希望大家要理解这两种对于五十字岁的阅读取向 如果能够掌握到 整本书的阅读就会容易很多 在今集来说 我们会从大概环绕着刚才我所说的 两重的结构 两重的方向 去讲解五十字述的第一叫第四章 当然 为什么我会讲第一至第四章 不是第一至第五章 尤其是第一至第五章 其实是一种回顾式的罪述 应该说完 反正也是 但是在这方面 我又想讲一下 这个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是第一至第四章 又不是第五章 甚至是传书 也就是从整本书的分量来计 头四章 头四章 一至四章 以及尾后的两章 第五和第六章 其实页数和文字是差不多的 即是说 用俄湖出版社出版的五十字述单行本来看 所以 头四章大概有八十多页 后面多一两章 大概有一百多页 一百多页 所以 在讨论上的安排 我就会尝试 讲一半 第一至第四章 当然 顺带一提 我自己用的五十字述的版本有两个 第一个是由台湾的俄湖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 另一个是由台湾的联京出版社出版的 某中三先生全集第三十二冊的版本 一般来说 我自己读的时候 就会拿俄湖出版社的版本 因为较为轻便些 又是单行本 没有其他东西 看起来又好像简单单舒服 又随便画花 但是在社论文的时候 我就会调转用某中三先生全集的版本 为什么呢 第一 有代表性 他全集的收入版本 经过再有一个叫做校对 是吧 有编辑 以及他较为普及的 而且 在某中三先生的全集 第三十二冊的版本里面 不仅仅只有五十字述 因为五十字述大概二百页左右 二百页左右 在某中三全集的每一冊来说 分量都比较偏小 不会只有那么少 所以后面也加上 有某中三先生的一些其他的资料 尤其是有蔡仁厚教授所赞写的某中三先生 学诗廉谱 以及他的著作偏廉目录 这些资料在翻查起来的时候 是比较方便的 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留意到一件事 即是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当然是资料要准确 并且可以随便翻查到一些 要普及一些去找到的 但是如果是随便读一下 或者是想自己方便看到的 的时候 版本可以有些不同 例如单行本 最简单可以拿出街题 当然了 我们现在有另一个考虑 另一个考虑就是 喂 单行本 有没有PDF版本 或者有没有电子书版本 这个 我自己也知道 某中三先生全集的PDF版本 基本上网上都挺通行的 如果大家下载了 在自己的智能电话 或者在自己的iPad看 都很方便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PDF版本 拿来看的 但是这些是色彩专辩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如果看的时候 其实无所谓 无所谓的 看这些书 因为 母中三先生的五十字术 一般来说 你不是很想深入了解的时候 容易看的时候 你听我的讲座 听我这些讲法 加上自己这样的看 就基本上看得明白了 但是你说不是 我一想里面做一些研究 麻烦你做多一些资料 正如我上一集 你都讲过一些学术研究的取向 但是里面牵涉更加大的范畴 因为并不能够 只是五十字术 就可以研究到 牟先生他自己的思想 而在里面 我们找到一个进路人的线索 这些又是 色彩专辩 这些都是 你对个人的学术兴趣 或者对个人的阅读兴趣 有不同的 这些大家留意了 好了 接下来 我们正式去到分享 今天是会分享 五十字术的第一至第四章 我们现在首先 会在这一节 讲第一和第二章 在讲第一和第二章之前 我们要留意一下 就是 五十字术作为一个单行本出版 它都有序言 序言反而是它的重点所在 在五十字术结集出版的时候 大概是在1989年出版 由和湖出版社去到结集出版 而牟中三先生在那时候 其实已经是八十岁了 而他的写序言 即是写序言的时候八十岁了 正式出版后 1989年是八十一岁了 他写了的时候 你要思考一件事 他的序言写明的 就是1988年12月写的 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 牟中三先生对于面对 他五十字术的作品 其实是三十年前写的作品 是一点都没有不舍 或者是不开心的 即是这本书 三十年前已经写好了 他现在才出版 他仍然觉得是备受肯定的 这个仍然觉得备受肯定的 是应该这么说 是不容易的 或者我们看看牟中三先生 他究竟怎么说 他说 吴今忽忽不觉以八十以 近三十年来之发展 即是此自述中实感之法王 换言之 换言之 牟中三先生对于这些 三十年前的作品是非常肯定的 和一般学者对于旧作的态度 的处理非常之不同 因为我自己 常常看到一些学者 会觉得自己的旧作不堪回首 或者 常常都会觉得 我表达不成熟 现在再写 就会写得好很多 这个 常常都是这样的 甚至我自己也是 对于我自己初头 以前 十几年前 都有些论文 在人民学刊里发表过 我都觉得是很不成熟的 非常不成熟 但是 甚至乎 也只是写的小说 都出版了 都是大概五六年前 都觉得可以再写过 或者再用不同的表达方式 或者有很多不同的 但是 但是我们会看到 某先生很特别 他很肯定 这个五十字述 并且 他更加指出 这些三十年前的作品 是他这三十年以来 思想发展的 一个重要的地位 这个重要的地位就是 在这本五十字述里面 所能够说到的 一种 他这里最然写明的 就是实感 在实感来说 是能够影响到他 往后 这三十年里面的 哲学研究 哲学诠释 如果有记得 我上一集都说过 这三十年里面 某先生可以这样说 他最重要的著作 都是在这三十年里面 发表了 是最重要的 甚至乎有人这样说 也因为某先生的长寿 就是八十多岁的长寿 所以他的论文 或者是思想系统的架构 的成熟度 也是很高的 高于唐君先生 因为唐君六十多岁 死了 就是多了二十多年 这样就已经超越 当然你也超越了 一个学术生命 多了二十年 里面的思考和表达 一定是更加多 和丰厚的 好了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从这个角度去想 某中生先生说 他是这三十年的研究 在里面的发展 就是由这本五十字述的实感里面 发挥出来 即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知道五十字述 本身对于研究某中生先生 最为成熟的哲学表达 和哲学系统的时候的重要性 OK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 最研究的重要部分 接下来我们讲第一章 第一章是混沌中成长 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不过我们很简单 混沌大家都听过 混沌即是庄子其中一个 比喻故事里面的人物 而混沌代表着最原初最原始的存在 而在这一章混沌中成长里面 某中生先生他自述自己的童年生活 就是混沌 如果套用生命之在其自己 生命之离其自己 和生命之归伏其自己 在这个聚述架构来说 第一章混沌中成长 即是生命之在其自己 这一层面里面的一个聚述 而这个聚述 甚至乎生命之在其自己 是某先生非常推崇的生命境界 究竟在混沌中成长中 如何表达到这种生命之在其自己的特质呢? 某中生先生提到一件事件很明显的 就是数目事件 他是这样描述的 他说 数目归来 我进入自然的春光 迅速人世的春光 在自然的春光里 迅速人世的春光里 我的自然生命在蠢动 我从那圣洁的春光里 之安息的生命 而落于那 纯然陈世的自然生命 这是个混沌 纯然的混沌 这里所说的混沌 就是一种纯粹自然生命的发展 即是如何和自然契合的发展 在第一章混沌中成长这里面 某中生先生并不是透过一件事件去说 甚至乎他正直接透过 乡村里面的四季的生活 即是春夏秋冬的生活 去展示出一种自然生命的纯粹性 以及直接的绽放 甚至乎他更加会直接地说 他自然这样描述 他说 在春天 只是溪水清流 两岸平沙细远 洋柳依依 陆桑成寒 布谷声吹 仰蚕时哲 牛伴雀 兄弟姊妹去彩蚕 也在沙滩上帆跟斗 也还饿着 阳光普照 万里无云 仰是天空非了 喜不自盛 那是生命最输量 最开放的时节 你听到这些描述 都发觉 是一个自然的描述 是吧 很畅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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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描述 没有太大的人间 或者人民社会里面的 侵扰 或者繁琐 甚至他再这样说 他说明这种 的景况是怎样的呢 他说 这混沌是自然的 那风光也是自然的 呼吸天地之气 舒展混沌的生命 这种生活 可以这样说 是同一种 与自然契合的生活 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种混沌的生活 或者等于 某先生他形容的 生命之在其自己的生活 其实是很接近于 中国自乐 或者思想里面强调的 天人合一 或者天人合得的境界 也正正是这种境界 他告诉你 原来最原初的时候 就有了 最原初的时候就有了 不过 这个虽然叫最原初的时候 不过 我们不可能 不受到人民社会 的一个发展 一个影响 所以呢 某中山先生 就会这样说 他 会去读书 而读书 也影响到 他的 自然生命的发展 他就会这样说 他说 读书 做自然契合 不过 他爸爸 就叫他读书 他排第三 他自己也在第一章也说过 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一家人里面 总要一个读书 他爸爸就选了他 所以呢 这里 但某先生也没有说 读书是不好 或者是怎么样 虽然是一曲 间接发展 但这一曲 其实他是肯定的 这个肯定 在哪里看到呢 就在第二章里看到 第二章 就正正说 他开始有求学的生涯出现了 这个生涯 也正正是 生命之离奇自己的开始 所以第二章的名字就是 生命的离奇自己的发展 正正是这样 在第二章里面 某中山先生他自己这样说的 为农民的生活 是在生命中生活 是生命在其自己之生活 而我们 則是在对象上生活 是生命离奇自己之生活 所以是耗费生命的生活 不是保罪生命引发生命的生活 在这里我们好像听到很多生命 如何为之是生命在其自己 如何为之不是生命在其自己的生活 某中山先生说得很清楚 是农民的生活 就是生命之在其自己 而里面 和农民的在其自己的生活 和农民的在其自己的生活 分别在哪里呢 就是在对象上生活 即是你对向外 有很多不同的追求 不同的认识 而这些东西 正正是生命之离奇自己 原来他是说这些东西 很明确地 毛中山先生是欣赏农民的生活 尤其是 尤其是 有一种 和自然契合的生活 正如我 在刚才刚才也说了 这种 所谓和大自然契合的生活 可以说 是接近于 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是很接近的 所以他是欣赏的 肯定的 不过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毛中山先生也不是 纯全地告诉你 只是农民的生活 才是可以的 他也这样说 他说 但人世不能只是农民 生命不能只是在其自己 也当离奇自己 但生命在其自己 究竟是生活的本意 生命离奇自己 过一种非生活的生活 究竟是生活之自相矛盾 就是不说这表面的矛盾 究竟也是人生悲惨痛苦之所在 这分痛苦 其价值究竟何所在呢 如何能信者非生活的生活 扭转之使生活 再回归于在其自己呢 除农民的生命之在其自己 是否 是否 还有可以有 另一种方式 或意义的 在其自己呢 这是正是人生的究竟问题之所在 就是这样的说法呢 某中心先生他这样的说法 起码有两点 我们值得再讨论的 第一 某中心先生对于生命之在其自己 和生命之离奇自己之间的思考 就是农民生活虽然是生命之在其自己的表现 不过 在人生里面的实际生活上 不能够全部都只是农民的 甚至乎 除了农民的生活 可以达至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境界 某中心先生他都很清楚地问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生活形态 是同样可以达到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境界呢 当然我甚至乎可以这样想 因为某中心先生他自己童年的生活 是农民的家庭生活来的 所以他当时就是认为这种生活 就是生命之在其自己 这是他的经历 他的感受 不过 还没有其他形态 才能够由生命之离奇自己 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可能 这个是某中心先生 他自己所要探索的问题 即是说他用他的经历说给你听 有这种境界 但是他的经历是由他的主观的 我们说主观的气质 或者主观的制御 而达成的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他可以探讨给你听 这个是第一点 另外 第二点 就是五十字述的意义的问题 我刚才也说过 从第二章到第五章的对述 来看 某中心先生是告诉你 他由十五岁到四十多岁 生命之离奇自己的生活 第六章 文书问质 正正是展示出某中心先生 如何能够达至 生命之復归其自己的可能方式 即是说五十字述 一方面是某中心先生 自己对于过去的经历 以生命之离奇自己 到生命之归伏其自己的角度来聚述 另一方面更加是某中心先生 自己展示 生命之离奇自己 到生命之归伏其自己的可能指点取向 亦都可以这样说 是一种实际实践上的指点 当然 这一种 我可以说 是一种 不是一种示范 只不过是一种提点 这两点 是我们需要 需要留意的 好了 回到第二章 生命之离奇自己的发展 这个本身也说了 某中心先生自己说 从十五岁到完成的读书 再读不经读书科的经历 其中对于学问 知识的学习 某中心先生自然是一套一套 机括的学习 什么是机括呢 即是中文、英文、古文 甚至人际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一套一套的符号系统 机括就是他学这些系统 其实都是需要 做什么呢 就是需要对于外在 一些外物的对象 来投注精力 就是这样 已经是生命之离奇自己的开始了 某中心先生说 你对外学习一套一套不同的系统 其实已经是了 因为你的专注力 你的精力 你的生命的倾向 全部都向外了 好了 另外某中心先生也提到自己 曾经在第二章中 就是说 被列为国民党的准备党员 更加 更加 在读书期间 都会回向下 在回向下的时候 在乡间他成立这个 农民协会 又搞这个会议讨论什么 讨论民权 很严肃地讨论政治 是国家的问题 不过 在某中心先生 即 在五十岁的时候 再整理那段的经历的时候 他告诉你 其实在 那段的经历 可能 形形的样做 并且很享受 他在第二章提到 他不停搞开会 在乡间不同的村里面去 搞很多不同的会议 去谈 而自己 随随便便 在村里找个地方 晚上睡觉就可以了 他是去到这样的境界 但是 他 后来再回想的时候 他告诉你 原来自己的生命 其实 并未能够 很贯注在其中 他甚至乎 在自述里面 是说 那个阶段是什么 是泛滥的浪漫 甚至乎 这个泛滥的浪漫 更加在思想观念上 受到时代的 才气之影响 某中三先生自己都说 那段时间表现 混沌自然的生命 因为向外澎湃 自然生命向外澎湃 其实我们都要理解 某中三先生他理解 自然生命 是一种 由 自然 由混沌开始 然后向外慢慢自然澎湃 成长 去到谋性 然后慢慢衰落 然后慢慢衰落 它有很多回想 这个我们可以再谈 但是这个 正正是自然生命的一个 成长阶段 这是向外阶段 而在这个段落里面 某中三先生也提到 提到自己的泛滥的浪漫 向外投注精力之类的东西 然后在第二章 某中三先生 在最后的时候 提到什么呢 提到他父亲戚责 戚责他这种的作为 是没有用 是向外投注的 是一种浪漫的 是一种浪漫的泛滥 在这个时候 他才是蔓延的醒觉 是父亲的说法 所以有学者就认为 父亲的隐喻 就是某中三先生 在五十字述里面 有独特的意义 不过这种理解 或者具有某中三先生 他思想上研究的 发生的意义 我都说过 就是发生意义 就是他整套理想 整套思想里面 可能在产生的里面 有发生意义 但是不是一个理论意义 或者核心意义 有明确的理论去到参考 去到写 我觉得未必的 这些我上一集都说过 或者这样 这一集都说了很久 这一集暂时到这里 我现在说了就是 五十字述的罪言 第一章 第二章 我粗略地说 但希望也提醒大家 各位听众好 我是韩晓华博士 很高兴继续和大家分享 当代新瑜伽的经典阅读 刚才到一节 我们用了一些时间 也挺长的 来讲解 五十字述里面的罪言 第一章 和第二章的主要内容 和阅读的一些注意点 现在我们尝试说一下 五十字述里面的第三至四章 即是两两章 五十字述的第三章 名字叫做直觉的解悟 什么是直觉的解悟 某中三先生他自己说 在泛滥浪漫的阶段过后 立即是修涉了心神来读书 在这种修涉之下 有灵觉出来 灵觉的说法就是直觉力 即是生命向外投注时的直觉 这种直觉 某中三自己说 是一种混沌的气质 即是由天生天然决定 他即是有一种直觉 这种直觉就去到 去到思考一些东西 去到做一些东西 这个直觉令他做什么呢 就是某中三先生 他自己提到 在大学时所能够学习 或者哲德上的哲学思想 他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 罗素的哲学 素理逻辑 更加大规模地去到 整理逆学的思想 和欣赏并阅读 淮特海的著作 即是这些 逻辑上 一些素理逻辑 或者易经上面的 和淮特海的自然的哲学 这些 正是他当时的主观气质 而所引到他有一个学习的兴趣 这个学习兴趣 是一种直觉 是一种直觉 他也可以说是一种灵觉 好了 对于这个时期的技术 某中三先生 其实是要说明自己的主观气质倾向 即是说 对于淮特海的欣赏和阅读 其实只是在某个阶段的气质的契合 这个很重要 尤其是在某中三先生自己 在30至40岁的时候 他特别专注于逻辑架架思考 认识主体的建立 这些范畴 是完全和他之前 20至30岁所做的事 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 这个不同 正正是他展示出的事情 他告诉你 他告诉你 我当时是主观的气质所影响而知 而在30至40岁的时候 他专注于逻辑思考的时候 他便完成了认识深知批判 逻辑典范这些著作 某中三先生他自己这样说 他说 这是一个主观的气质倾向 我虽在美感与直觉上 相继怀是之灵魂 但我之内在灵魂究竟与他有不同 他的美感 是数学的 他的直觉是物理的 而我的美感与直觉 是生命的 是原始生命所 稳促的强度直觉力 是那 企向混沌 落幕而不落幕的超越 渗透力 其实从这方面说 又可以 又可以有两点说明 第一点 主观气质的问题 某中三先生对于个人的经历回顾 一方面是罪事的思考 重新去肯定转化 另一方面 是与个人的研究配合 以某中三先生在财性与原理 这个人性的品评来说 主观的财质和弃性 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而某先生自己在个人的经历里面 也常常强调 学术智趣的转移 正正是从这个方向而思考的 再另一方面 由主观气质 和生命之离其自己 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 这个框架 这个架构的可能关系来说 在前面我都说过 某中三先生的五十字述 并不是一般的个人 自转式写作 即不是普通通通 就这样写出来 说回我以前的 怎么会 或者对某些事 很无悔的 自转式的作品 而是一种从个人的经历去到回顾 作出一种自我诠释 尤其是是一种以混沌生命为要的 来标示自己如何看生命 而五十字述另一个的意义 其实就是实践的指点 即是如何从生命之离其自己 再回到生命之在其自己的可能提点 而这种主观气质的不同 正正可以提出一件事 就是说 各人都可以有不同的主观气质 而某先生 他自己个人的经历 作出某些可能的实践提点 这种可能的实践提点 可普遍化 但是不是绝对化 正如他自己说 他认为 农民的生活 是生命之在其自己 一种与自然契合 一种很好的境界 一种很好的生活的形态 但是他第一方面 他不是说 个个都要做农民 另一方面 亦都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 是否只是农民的生活 才是生命之在其自己呢 这些提出的时候 正正显示出 主观的气质 亦都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亦都是一个他思考 一个可能的要素 这些是要提醒大家 去读的时候留意一下 主观的解误这一章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说 他自己怎样去写 译学 译学的著作 尤其是他 其实很厉害的 也很厉害的 牟先生 他自己大学毕业 已经可以写到本书 并且是自己摸索 做一个研究出来的 其实是比起我们 现在的一些大学生 尤其是哲学系 去到研究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写到 一篇毕业论文 是必须的 但是 究竟有没有牟先生 他这么厉害呢 或者是主动的学习呢 其实真的要 值得欣赏的 好了 接下来 我们会讲第四章的 第四章 就是 名字叫做 架构的思辨 所谓架构的思辨 就是牟先生 对于逻辑和知性主体的研究 据牟先生自己个人的说法 他主要逻辑的兴趣 尤其是形式逻辑 主要是来自于 讲维密辨证法的人 主要是形式逻辑的公职 换言之 换言之 牟先生对于逻辑的研究 以至进于 以至进而 对于知性主体的建立 其实并不止于主观的气质所致 都有一个源于当时的学术风气 环境更加源于那种尋根问题的哲学个性 以至他用了很多年 在科术上 尊研这个形式逻辑 和认识主体的问题 在这一章里面 牟中山先生提到一段说话 我个人来说 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在架构的思维 这一章里面 他说他自己如何研究逻辑 如何计算 又在会议中说 在读书组中说些什么 如何研究康德 如何继合下去 如何从一个形式主体的里面去继合 但是这一方面他只是用一个形式的方式去说 他尽未进而去说全有的方式去说康德 后来他才慢慢自己如何去研究康德 但是 我里面讲到大段 很多大段这些 在最后那两三段 他提到一段仔说话 我个人来说觉得很有意思 他也是这样说的 他说 我常想 康德的三大批判 罗素怀特海的数学原理 聖多玛的神学总论 佛教的成为的论 宋明如者的深圳之学 这些伟大的灵魂 他说着 从学方面说 不是从人格方面说 实是代表了人类学问的骨干 为什么我说这段说话 比较有意思呢 就是从这句说话里面 我们可以至少 发现某中三先生的著作阅读 其实是很广泛的 尤其是对于基督宗教的认识 并不是没有经典的阅读 因为他写基督教的时候 其实都写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他批评 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 有些基督教的人 去回应某中三先生的批评 他不懂 他没有心意去理解 但是你要留意 其实他是否完全不去理解 他是有看的 他告诉你是欣赏的 好了 另一方面 既然某中三先生强调这些著作 在学问上说 是伟大的灵魂 人格上说 他又说些什么呢 他有什么欣赏呢 接着他又说 这段说话也是 接着来说的 我又觉得很有意思 他这样说 人类原始的创造的灵魂 是靠着几个大圣人 就是孔子 耶稣 释迦 这些从人格方面说的伟大灵魂 都是直接的 灵感的 神秘的 简易明白 精神狠断 以后直下生命 是道路 是光 有时直下 是通着天德的 他们都是在瘡亡中 有实感的 某中三先生 他很明显 从人格上 肯定耶稣 孔子 释迦茂尼 更加指出他们具有实感 从这方面说 我们可以再 甚至这样想 某中三先生 虽然有不少批评 基督宗教的文章 甚至有些压特的说话 他甚至说 作为中国人 是愧违成为基督徒 这个被人骂得很厉害 他说他攻击 为什么中国人不去成为基督徒 人们回应他 但是 我们要这样想 我们要这样想 在五十字述里面 你会发现 某先生在人格上 是推崇耶稣的 换言之 假如断章取义 就说 某先生 他是批评基督教 或者 推崇基督教 或者推崇耶稣 都是不对的 而应该 是在某中三先生的说话 密落里面 或者思想架构里面 可能形态而去到论述才较可取 你也可以这样说 某先生 他本身在宗教上 是具有多元主义的一面 但是 亦都有判教特色的一面 其实这方面 我们可以这样说 从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里面 已经可以见到这种特色 就是 当时会有三教合一 或者三教归鱼 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 可以说出来 就是 一路 一路 他们在某一方面 肯定三教都能够通于天德 通于天 这个 我们在 我们在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里面 其实都看到 他大大 很明显就是 我们会叫做 深圳之学里面 他认为是可行的 但是 另一方面 他要归宗如学 他就告诉你 究竟哪一方面归宗 但是 里面 既告诉你 三教都可以 又要三教归鱼 究竟 哪一部分是可以 可以不行呢 某中三先生 他自己思想上 没有明显地 告诉你 但是里面 其实有个章力 怎样可以 怎样为止 不行 我们可以再思考 再写作 这方面 我老师 郑中二教授 写过一些文章 大家可以找回来看看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 不难去发现 某先生在解释 耶稣 孔子 这些人格的时候 亦都用一支 字句 你看到 是道路 是光 都很有基督教用语的风格 而更加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 实感的问题 即是回应序言 他说过 那个实感 甚至乎我们可以这样说 什么是这些伟大灵魂的实感呢 在五十字述里面所说的 所说的 即是序言说的 他的实感是什么呢 其实这些 这些 都会在五十字述的第五章 和第六章有说 第五章就是客观的悲情 到第六章 文书文书 他们会有说的 说到什么 只是这种实感 这种实感 其实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 某中心先生 是用了不同的独特的概念 即是他自己做出来的概念 有时候他会叫做国情 有时候会说是为根国情 那用这些说法 去代表实感 其实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用我们现在的解释 不用他做的概念的解释 就是我会这样说 道德 道德呈现的纯粹感情 就是他所说的实感 当然 里面还有些概念的东西可以谈一下 或者再说一下 这些我相信就留待下一堂 不是下一堂 下一集我们再说 时间差不多了 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下集中